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又会有一个疑问了 那这个BlueZine它是由哪一些体系认证标准来确保这些面料是环保的 哪一些企业又可以通过他们的认证呢 那就在前两天我的同事陈彬前去台访了BlueZine的德国办事处 那下面就请他来带我们去一探究竟 我身后呢就是BlueZine在德国奥格斯堡的办公楼 那么BlueZine的认证啊代表了对整个生产链的环保安全认证 他不仅呢只着重测试于产成品 还对整个生产的过程和原材输入进行评估 包括原材料化学物质水资源和能源等 确保呢产品在生产之前就没有有害的物质 在BlueZine德国办事处首席执行官丹尼尔向记者介绍着 企业的环保理念和认证体系 在多维度对客户进行评估之后 BlueZine会出具一份审核报告 在是否影响合作伙伴签署 是否影响产品认证和整改路线上给出意见 综合被评定为红色的企业需要进行整改 通过后才能最终拿到蓝标认证 而这样的企业以全球来说超过了90% 可见这套认证体系的严格程度 然而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的步伐 让丹尼尔下定决心开辟中国市场 事实上目前BlueZine将近一半的客户 都是中国制造企业 位于丝绸重镇苏州吴江盛泽的盛宏集团 就是其中一员 近几年企业接洽了多个国际高端品牌客户 在各方面都达到品牌方要求的情况下 唯独缺一块BlueZine的环保认证 最终订单黄了 2021年盛宏集团与BlueZine正式开启谈判 目前已进入认证评估阶段 在企业看来 环保是纺织业未来的趋势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中国纺织企业 与国际化认证牵手 这能有效填补业内技术标准欠缺的壁垒 带动中国纺织行业的整体发展